博留旅游泡泡即将在4月1号起航 外界看好目前已经施打超过了100万计的新加坡 渴望成为下一个旅游泡泡的候选国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新加坡的本土疫情控制良好是低风险国家 但是要开放旅游泡泡 除了双方的疫情透明 还要有相互信任的检疫基础 因此还需要再评估 而旅游业者就认为了 逛去旅客到新加坡玩都是踩自由行居多 如果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要改为团进团出 恐怕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并不大 翻转水泥丛林打造花园城市 对比金融重镇形象 让新加坡成为充满魅力的观光城市 如今随着帛琉泡泡成型 外传新加坡有机会成为 下个旅游泡泡候选国 如何评估新台如果建立航空泡泡 新加坡的疫情到目前为止 我们事实上把它放在第一的感染的一个国家里面 有关旅游泡泡的可能 那事实上就是双方对于各自的这个疫情的透明 还有这个感控措施跟检验能力 都不需要有互相的信任 新国媒体主动提问 也想了解台湾新加坡启动观光泡泡的可能性 根据了解新加坡已经施打超过100万剂疫苗 其中31万人打完两剂加上又是低风险感染国家 台新泡泡外界看好 但本该是有钱可赚的美式旅游业者却不太期待 其实早期我们在做团体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比较少旅客会想要过去 那如果基于防疫的关系 它还是要用团进团出的方式 但我觉得旅客可能会想要去的意愿 就会比较相对降低 另外观光泡泡回台后 家常版自主健康管理也成为消费者却不原因 不过指挥中心表示 未来将会是开放国家的检疫量能 和规定调整相关措施 新加坡泡泡能否在帛琉之后 接力启航备受关注 记者 传播的